你知道NBA球员的第一笔工资都是怎么花的吗 NBA绝大部分都是穷苦出身 当他们突然有了数百万美元 他们是如何消费的 第一位 沙古尔 奥尼尔 奥尼尔可以说是最败价的球员之一了 1992年还没有进入NBA时 奥尼尔就和某品牌的球星卡 签下了一份100万美元的合同 因此他一共拿到了自己第一笔工资 但是他这个家伙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给花完了 我一直是抹锋了一版本子 所以我去拿了一版本 150,000人 我爸爸说好这个好 我就说你识看 你就会会 我们要给了一版本一起我 我们要回家 妈妈是小 ayr Зд 我拿过了一版本子 你那样 我说你会 做她的小时就拿起两件的 所以hal语东西 然后我拿起来 我要说还需要货币 然后我买个币 第二位 阿里纳斯 如果说奥尼尔花完钱 只是没想到 毕竟人家是状元 工资也能还上账 而阿里纳斯就十分悲催了 2001年的选秀大会上 阿里纳斯非常自信 自己能在前十顺位被选中 这样他的新秀合同 至少就有330万美元 于是他就向银行贷款了40万美元 没想到 这让他成为了流浪汉 你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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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超10 第三位特雷杨 杨少霞用他的第一笔工资 买了一辆价值16.6万美元的 2019年最新款的奥迪28跑车 据他自己说 他非常喜欢这辆跑车 不管是训练还是打比赛 他都要开着这辆车上下班 但是好景不长 他刚进队没几个星期 他的队友林书豪 就将他的车偷了出来 给他塞了满满一车爆米花 这件事字母哥也干过 第四位 字母哥 字母哥往别人车里塞爆米花 这已经是他成为希腊怪兽之后的事了 在字母哥还是新秀的时候 他完全就是一个乖宝 字母哥小时候家里非常穷 所以当他在2013年的选秀大会被选中之后 他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 就是选择打车去了当地银行 然后将工资全部打给了家人 一分钱都没给自己留下 关键是他半个小时之后还有一场比赛 可他连打出租车的钱都没有 于是他就准备跑步去球馆 第一个冷天的季节 我们在市场购买 我看到两个银子 我看到一个很高的人在走 我认为 看起来可能是亚尼斯 他在走 他穿着衣服 第五位 乌布雷 乌布雷同样也是诚苦出身 而像乌布雷这种在美国出生的黑人 在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疯狂的报复性消费 他在拿到第一笔薪水之后 他先是在华盛顿花了20万美元 买了一套公寓 然后又花了一万美金装修 随后他又花了一万五千美金买了两条狗 然后他就和这两条狗几乎是行物不离 但是他和女友分手之后 他的前女友就帮家了他的狗 并且还用合法的渠道获得了 这两条狗的抚养权 同时威胁乌布雷 想要狗的必须支付 300万美元的赡养费 都说美国人经常拿孩子骗抚养费 头一次听说还有用狗 第六位 唐斯 我们都知道唐斯是一个网瘾少年 他经常在网上和西蒙斯一起直播打游戏 所以为了能够更爽的玩 他找到了油管上两个有名的电脑博主 花费了两万美元 打造了一台当时最顶级的游戏电脑配置 CPU是AMD的R93995X 在当时光这一颗CPU的价格 就要4万多人民币 显卡是技嘉的RTX3090摩英 还做了全套的分体是谁了 但这回唐斯可以说是被这俩货给坑惨了 两万美金换算成人民币 也就是14万左右 去掉CPU的价格 剩下的所有产品也不值10万 更何况用的还都不是旗舰产品 虽然这台电脑的外观看起来很炫酷 但这回唐斯妥妥地当了一回大冤种 第七位 莫兰特 莫兰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发现了莫兰特的天赋 为了能够支持他训练 莫兰特的父母都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开始全力培养他 事实证明莫兰特的父母赌对了 作为2019年的房远秀莫兰特的新秀合同就高达3900万美元 拿到公司之后 他给父母一人买了一辆豪车 并且还买了一栋800多平米的大别墅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本来是一个乖孩子的莫兰特 现在居然成为了圣枪游侠第八位 德罗赞 相比较于莫兰特 穷苦出身的德罗赞要比他强多 德罗赞在拿到自己生涯第一笔工资的时候 他就买了70多张迪士尼的VIP门票 把能叫上的亲戚朋友全部都给带上 就这么一大家子70多口人 一路上吃喝玩乐 全部都是德罗赞掏钱 这一次游玩乱七八糟的费用分下 一共花了40多万美元